假如 我们买了一万块钱的股票 从买入到卖出 一共需要多少手续费呢 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股市当中的基础知识 今天的内容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到 股市交易之中 你不知道的成本 或者说是 你原本可以省钱的钱 尤其是经常做短线的朋友 一定要认真看完 少花冤枉钱 先点赞 后观看 点赞关注者 别有涨平板 言归正传 我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更容易的 明白 假如 我们买一万块钱的股票 从买入到卖出 我们一共需要多少费用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整个股票交易到完成 都需要交哪些费用 就可以计算出 共需要交的费用是多少 总共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就是交易的手续费 第二个就是交易的印花税 第三个就是过户费 第一个交易的手续费 就是个人炒股 需要通过证件公司开户 采客进行交易 证件公司呢 它在其中充当就是一个中介的角色 我们通过证件公司开户 然后通过证件公司通道买入和卖出 别人卖出这个股票 那么这个公司 它在中间收取中介费 就是手续费 我记得我刚刚入市的时候 证件交易的佣金非常高 但是现在随着市场不断的发展 证件行业的竞争激烈 这些公司它的主要收入 成全了经纪人业务 已经转向现在的自营业务和自管业务 所以他们相应就下调了这个佣金 佣金下调之后 他们就能够以更低的价格 去吸引更多的股民 到他的公司去开户 那之后呢 他就可以卖一些基金产品呢 或者理财产品呢 赚到更多的收益 整个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回到现在 我们证件公司大部分的佣金 都已经下调了 现在是万分之2.5 大概就是这个水平左右 也就是说交易一万块钱 股票收取两块五毛钱交易佣金 买和卖它都要收取 但是股票的交易佣金 它有一个规定 有一个最低的收费标准 就是5块钱的规定 不管你买和卖 首先是万分之2.5也好 或者是万分之1也好 只要你买了股票 即便是你买了1000块钱的股票 那同样最少收取你5块钱的交易佣金 只要你的交易额金额 没有达到2万块钱以上 按照万分之2.5的价格 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个实际的佣金率 但是还有一些证件公司 它的佣金率更低 比如说万分之1.5 或者是万分之1 但是想达到这种非常低的佣金 那你的本金肯定比较多 如果你的资产比较多 佣金还是比较高的情况下 建议你赶紧找到这个开户的券商 协商一下你这个佣金 才可以享受到更低的交易成本 如果我们按照万分之2.5的佣金来计算 那么1万块钱的买入和卖出 一共就需要交10块钱的手续费 对不对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印花税 股票交易印花税 是专门针对股票交易发生额 征收的一种税 根据相关的法规 对于证券市场的买卖 继承正于所确立的股权转让 以及按确立的实际价格 计算征收印花税 我们国家的印花税 经过许多次的调整 目前我们国家印花税税率是千分之一 并且实行单向收费 也就是说 你买入的时候不收 在你卖出的时候 他在征收你这个印花税 比如说我们买1万块钱的股票 我们并不需要交纳这个印花税 只要我们把这1万块钱的股票卖出 才会收取千分之一的印花税 就是10块钱 最后那个费用就是过户费 股民交易的股票 其实就是股票从一个股东 转移到另外一个股东的名下 在这个过程呢 要收取转让股份的这个费用 我们通常叫做过户费 目前A股实施的过户费是万分之二 也就是说买1万块钱的股票 你买进去和卖出 总共是需要4毛钱的过户费 对不对 不过要注意的是 目前持有户式的股票 也就是600开头的股票 他需要收取这个过户费 而绅士他是不收取过户费的 最后我们把这三项的费用全部加在一起 那么就是佣金10块钱 印花税10块钱 再加上过户费4毛钱 一共是20块4毛钱 比如说我们买1万块钱的股票 我们总共的成本就是20块04毛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经常喜欢 特别是经常打短线的朋友 如果我们每个月 每天只交易一次 那一个月的按照20个交易来算 我们一个月的交易成本 就是408块钱 乍一看一个月408不多 不多 别着急 我们继续再算 我们交易一年的成本 就达到了4896块钱 只是仔细一算 一年的成本就已经达到 1万块钱成本的48.96% 如果你只有1万块钱炒股 并且每天进行一次交易 在没有赚到这个差价的情况下 那么你一年下来 你就需要贡献这个交易费用 就达到了本金的一半之上 是不是觉得非常惊讶 小小的手续费 那么怎么这么恐怖呢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本金是10万块钱 如果是100万呢 那你的一年的交易成本 是不是都可以省下一辆小汽车了 所以大家赶紧查一下 自己的这个交易手续费 是多少钱 如果说过高的话 可以赶紧去找一下券销进行下协商 把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实际上调一调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小小的手续费 都是极小成多的 大的资金真的还得省下一辆汽车 它不香吗